文青女神夏凡辰!万芳,安普伦宫小巨蛋! 从初到27年,在文青女神界中已经是左妈级的万芳,终于将在14日站上台北小巨蛋举办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演唱会。 虽然歌迷看似清清淡淡不识人间烟火,但抢起票来也不手软,据称开卖26分钟就票房完售。 至今累积无数经典歌曲的万芳入围过一次金曲奖,在华语歌坛上17多张专辑都创下销售佳季,尤其是《新不了情》,更从1995年传唱至今,不但是文青派十足,也唱了不少高收树立的电视剧主题曲,万芳演唱会听的不只是歌曲。 也是许多人从小到大的回忆。 细数华语歌坛众家文青女神,包括陈喜珍、田富珍等人都已经成功登上小巨蛋,五月接棒万芳的,则是个性十足的安普,四名女神出道历程可说是横跨整个华语歌坛世代,最大共同点都是票房全都卖光光, 而且家常照旧完兽,文青们会演十女神,何宝之心也让人瞠目结舌。 !